我们经历纪念主耶稣基督 荣敬耶路撒冷 完成他的愉悦奥祭 因此 今天的感恩祭开始时 我们以荣众敬堂礼 来纪念耶稣荣敬圣城的事迹 请高举圣树枝 今夜路撒冷 赞美圣主 喜永光荣自尊天主 欧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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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撒娜 吾撒娜大为子耶稣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我们从四旬期开始 就已经借着补书和爱德的工作 来准备心灵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 协同整个教会 揭开庆祝主约奥吉的序幕 这约奥吉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和复活 耶稣基督正是为了完成这个奥己 才进入他的圣城耶路撒冷 因此 让我们怀着信德 牵扯纪念 耶稣荣敬耶路撒冷 在恩寿的祝福下 跟随基督 与基督一同 背负十字架 以分享他的复活和生命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牵住 求你以你的祝福 圣化 这些树枝 是我们能欢心地跟随基督君王 并靠他获得力量 抵达永恒的耶路撒冷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请求你父亲我们的祈祷 阿们 我们下期见 请大家祈祷 天主我们寄望于你 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增强我们的信德 今天我们为基督的凯旋 以高举目树枝 愿我们也曾在基督内 向你承上善行的家国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一门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功德圣陋家福音 主用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领头前行 上耶路三冷去 极致临近贝塔法阁和伯大尼 有一座山名叫甘冷山那里 耶稣派遣两个门头说 因为往对面的村庄去 一进入村庄就看见一匹拴着的驴居 从来没有人骑过 把他解开 牵来 如果有人问你们 说你们为什么解开它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逼派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 对他们所说过的一样 他们于是把驴居 牵到耶稣面前 把他们的外衣搭在驴居上 扶耶稣 骑上去 前行时 人人把自己的外衣 铺在路上 当耶稣临近 甘冷山的下坡时 众门头 为了所见过的一切 奇能 都欢心地大声 颂扬千主说 奉上主之名而来的君王 应受赞颂 和平 在天上 光荣 在高天 人群中有几个发力赛人 对耶稣说 师父 择吃他 你的门头吧 耶稣回答说 我告诉你们 这些人若见墨不语 食兔也要喊交了 上主的话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请大家祈祷 全然永世的千主 你为了要人类 取发谦虚的保样 令我们救主取了肉躯 并承受了十字架的苦行 仅仅是我们福音基督 兼人的教训 好能堪当 分享他的复活 他和你圣神 是唯一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请坐下 公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我祖上主 赐给了我受教的口舌 叫我会用言语 来援助疲倦的人 他每天清晨唤醒我 唤醒我的耳朵 叫我如同学生一样 静听 我祖上主 开启了我的耳朵 我并没有违抗 也没有退避 我将我背 转给打击我的人 把我的筛 转给扯我 扶须的人 对于侮辱和退污 我没有遮掩我的面 因为 我祖上主 协助我 因此 我不怕门修 所以 我板着脸 像一块碎石 因为我知道 我绝不会受辱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凡看见我的人 都讥笑我 他们都撇着嘴 摇着头说 他既信赖上主 上主就应救他 上主既喜爱他 也就该拯救他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成群恶犬围困着我 大批歹徒 环绕着我 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脚 我的骨骼 轻轻可数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 为我的长衣 他们连救 上主 请不要远离我 我的勇气 请竖来扶住我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我要向我的弟兄 宣扬你的圣明 在圣大的集会中 赞美歌颂你 你们敬畏上主的人 请赞美上主 亚格柏 亚格柏 所有的后衣 请光荣上主 以色列的一切子孙 请敬畏上主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公读圣保路中途 至腓里伯人书 弟兄姐妹们 耶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 并没有以自己 与天主同等 为应当把持不舍的 却使自己空虚 取了如普的形体 与人相识 行传也一见如人 他贬义自己 听命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 赐给了他一个名字 超越其他所有名字 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 一听到耶稣的名字 无不屈膝叩拜 一切唇舌 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 以光荣天主胜负 上主的话 感谢天主 欢迎请方夫 请起立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耶稣贬义自己 听命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为此 天主极其举扬他 赐给了他一个名字 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 基督光荣的君王 基督光荣的君王 我们赞美你 请包具圣枝 路加所载 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死末 时候到了 耶稣就入席 中途也同他一起 耶稣对他们说 我渴望又渴望 在我受难以前 我同你们吃这一次 约约晚餐 我告诉你们 非等到这晚餐 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 我绝不再吃它 耶稣接过杯来 祝谢了 说 你们拿这杯 大家分着喝吧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非等天主的国来临时 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耶稣拿起饼来 祝谢了 掰开 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弃的 你们要这样做 为纪念我 晚餐以后 耶稣同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 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 所立的新约 耶稣又说 但是 中究竟谁最大 耶稣给他们说 外邮人 外邮人 有君王 宰治他们 掌权 掌管他们 要成 必成为 恩主 但你们 但你们却不要这样 你们中最大的 要成为最小的 为首的 要成为 服侍人的 谁最大 谁大呢 是坐席的 还是服侍人的 不是坐席的吗 可是 我在你们中间 却是服侍人的 在我的困难时 同我常常在一起的 就是你们 所以 我将王权 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 一同在我的宴席上 吃喝 并坐在宝座上 审判 以色列什尔兹派 耶稣又说 西满 西满 看 撒旦求得了许可 要筛选你们 像筛妹子一样 但是 我为你祈求 为教你的信德 不止于丧吃 但你回头以后 你要坚固你的弟兄 伯多禄 向耶稣说 主 我已经准备 同你一起坐监 一同去受死 耶稣说 伯多禄 我告诉你 今天 继维还 教医钱 你要三次 不认我 然后 耶稣又对宗徒说 我以前派遣你们的时候 没有带钱呢 口袋 贤 你们缺少了什么 没有吗 他们说 什么也没有缺 耶稣向他们说 可是现在 有钱的 钱当的 应该带着 有口袋的 也一样 没有贱的 应当 编卖自己的外鱼 去买一把 我告诉你们 经上学记载的 它比 烈欲 烈入 叛逆者之中 这句话 必须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 有关我的事 快要成就了 他们说 主 看 这里有两把剑 耶稣给他们说 够了 耶稣出来 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也跟着他 到了那地方 耶稣便给他们说 你们应当祈祷 免现以诱惑 耶稣于是离开他们 约有头十那么远 屈膝祈祷 说 父啊 你如果愿意 请免去我这杯吧 但不要随我的意愿 围照你的意愿 成就吧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 显现给耶稣 加强他的力量 耶稣在极度恐慌中 祈祷越发恳切 他的汗如雪珠 滴在地上 耶稣从祈祷中起来 到门徒那里 看见他们都因幽闷睡着了 就给他们说 你们怎么睡觉呢 起来祈祷吧 免现以诱惑 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 来了一群人 那十二人之一 名叫犹达斯的 走在他们面前面 犹达斯走进耶稣 要口亲耶稣 耶稣给他说 犹达斯 你用口亲 来覆卖人子吗 在耶稣左右的人 一件要发生的事 就说 主 我们可以用剑砍吗 他们中有一个人 砍了大尸祭的仆人 把他的诱饵 消了下来 耶稣说道 到此为止 耶稣就摸了摸那人的耳朵 治好了他 耶稣对那些来到他面前的司机长 即圣殿景光和长老说 你们拿着刀剑棍棒出来 好像对付强盗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 你们却没有下手捉拿我 但现在 是你们的时候 是黑暗当权的时候 他们既捉拿了耶稣 便押到大尸祭的住宅 伯多禄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庭院中间生了火 大家围着火坐着 伯多禄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伯多禄 面对火光坐着 便定睛注视着他 说 这个人也是同他一起的 伯多禄否认说 女人我不认识他 过了不久 另一个人看见伯多禄 又说 你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 伯多禄说 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格一个时辰 又有一个人肯定说 这个人的确是同他一起的 因为他是加利利亚人 伯多禄说 你这个人我不懂你说的 伯多禄还在说话的时候 鸡便叫了 主转过身来 看了看伯多禄 伯多禄就想起 主对他说的话 今天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伯多禄一到外面 就大哭起来 那些羁押耶稣的人 戏弄耶稣 打他 又闷住他的眼 问他说 你猜一猜 是谁打你 他们还说了许多 其他侮辱耶稣的话 天一亮 民间长老及世纪长 并经师集合起来 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义会 说 如果你是墨西亚 就告诉我们吧 耶稣回答他们说 即使我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会相信 如果我问 你们也不会回答 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 大能者天主的右边 众人于是说 那么你就是天主子咯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了 我就是 他们说 我们何必还需要见证呢 我们亲自从他的口中 听见了 于是 他们全体起来 把耶稣押送到 比拉多面前 司机长及群众 开始控告耶稣说 我们查得这个人 上货我们的民族 阻止给凯撒纳税 且自称为墨西亚 君王 比拉多于是 比拉多于是问 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比拉多对司机长及群众说 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 他们越发坚持说 他在犹太沉浸 从加利利亚起 直到这里 施教 煽动民众 比拉多听了 就问耶稣 是不是加里勒养人 既知道 他属黑洛德统治 就把他转送到黑洛德那里 这几天 黑洛德也在耶路撒人 黑洛德见了耶稣 不胜欢喜 原来他早就想看看耶稣 因为他曾听说过 关于耶稣的事 也指望耶稣显个奇迹 于是黑洛德问了耶稣许多事 但耶稣什么都不回答 司机长及经师站在那里 极力控告耶稣 黑洛德及他的侍卫 鄙视耶稣 并讥笑他 又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 把他解回比拉多那里 黑洛德与比拉多 就在那一天 彼此成为了朋友 他们原先彼此有仇 比拉多召集司机长 光丽及人民来 对他们说 你们把这个人押来给我 好像他是一个山货民众的人 看 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 而你们控告他的罪状 我在这人身上 并查不出一条来 而且 黑洛德也没有查出 因而 又把他押回我们这里 逐渐他没有做过该死的事 所以 我边打他以后 便释放他 每逢节日 比拉多必造惯例 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 但他们却齐声喊叫 说 除掉这个人 给我们释放巴拉巴 巴拉巴原是因为在城中 作乱杀人而入狱的 比拉多又向他们声明 愿意释放耶稣 但他们却不断地喊叫 说 定在十字架上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这人到底做了什么恶事 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该死的罪状来 所以 我惩罚他以后 便释放他 但是 他们更大声喊叫 要求定耶稣 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喊声 越来越厉害 比拉多于是宣判 照他们所请求的执行 便释放了他们所要求的 那个因作乱杀人而入狱的犯人 并把耶稣交出来 让他们随意处理 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 就抓住一个从田间来的 鸡肋奶人西玛 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 叫他在耶稣后面背着 有许多人民及妇女 跟随着耶稣 妇女垂胸痛哭耶稣 耶稣转身向他们说 耶路上的女子 你们不要哭我 但要哭你们自己 及你们的子女 因为日子将到 那时人要说 那荒胎的 那没有生产过的胎 和没有护养过的乳 是有福的 那时 人要开始对高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对丘里说 盖住我们吧 如果对于青绿的树母 他们这样做 那对于枯高的树母 又将怎样呢 另有两个胸范也被带去 同耶稣一同受死 他们寄到了那名叫 孤狼的地方 就在那里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也钉了那两个胸范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耶稣说 父啊 宽恕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做的是什么 他们连就 分了耶稣的衣服 民众站着观望 守里门痴笑说 别人他救了 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负者 被选者 就让他救救他自己吧 士兵也信用耶稣 前来把处递给他 说 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 就救你自己吧 在他上头 还有一块用希腊 拉丁及西伯来文 写的罪状牌 这是犹太人的君王 悬挂着的凶犯中 有一个侮辱约书说 你不是墨西亚吗 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另一个凶犯 应声 折斥他说 你既然受着同样的刑罚 连天主你都不怕吗 我们罪有应得 我们所受的 正相称于我们所做的 但是 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 随后 那凶犯又对耶稣说 耶稣 当你来为王时 请你记得我 耶稣给他说 我是在告诉你 今天 你就要同我一起 在洛言里 这时 大约已是第六时辰 遍地都昏黑了 直到第九时辰 太阳失去了光 圣索的藏漫 从中间裂开 耶稣 大声呼喊说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 交托在你手中 耶稣说完这句话 便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请起立 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 于是光荣天主说 这人实在是一个义人 所有来看热闹的群众 见了这情形 都垂着胸膛回去 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 和那些由加里勒亚 来跟随耶稣的妇女 远远地站着观看 有一个人名叫洛舍 是一个义员 又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 他原是犹太 阿里玛特亚城的人 一向期待天主的国 他没有赞同其他人的计谋和作为 他去见比拉多 要求领取耶稣的遗体 他把遗体卸下 用脸部裹好 安葬在有岩石 凿成 而尚未葬过人的墓靴里 那天是预备日 安息日快到了 从加里勒亚 陪同耶稣来的那些妇女 在后边跟着 观看那墓靴 并观看耶稣的遗体 是怎样安葬的 他们回去 就预备下香料和香膏 安息日 他们依照诫命安息 上主的话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请坐下 请坐 各位主力的兄弟姐妹 主力平安 今天是圣旨主日 也称为基督苦难主日 从今天开始呢 教会开始进入了圣州 礼仪年的最高峰 刚才我们聆听了 耶稣记载 有关耶稣受难始末 不知道大家 读了以后 有什么感觉 我读完以后呢 就在想 耶稣 我的耶稣 是如此的爱我们 天主对我们的爱 真是无法比拟的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那就是在游行之前 我们刚才隆重进堂 且听到了那段福音 我想大家呢 把目光聚站在 谁身上呢 聚焦在 那头 驴鞠身上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批 承载着 救主的驴鞠 在以色列 老百姓呢 生活中 常用的一个交通工具 就是一条驴 亚巴郎 和他的儿子伊萨格 去上山寄县的时候 他们用什么 铐 铐这个材货呢 就是用驴 驴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 非常普遍 你们去中东的话 不光是在以色列 中东这一块 驴呢 又是罪不起眼的 我们知道 将军呢 他一般不骑驴的 他们都要骑什么 高头大马 马呢 能够现实自己的身份 一批 不起眼 有幸运的驴 福音告诉我们说 耶稣让门头们 去牵了一批 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驴鞠 这个驴呢 有一个特点 我们中国有一句学话说 这驴 这驴 没有人骑过 它不一定驯服 就是这样一条驴鞠 实在是太不起眼 但当时以色列生活的环境里 实在是太普通不过的 一种动物 可是 耶稣没有选择高头大马 偏先选择一头没有人骑过的驴鞠 就这样一条 一批 不起眼的驴鞠 成了幸运的驴鞠 现在有太多的人 在别人眼里呢 都希望自己不普通 想必别人呢 能够看得起 因此呢 他们常常借着外在的金钱 权力 衣着 装饰 包 车 来吸引别人 的眼球 为了让别人知道 自己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于是开始 互相比较 攀比 大家都借着这些外在的 让自己的表现呢 不普通 可是 当我们 常常把自己扮演的 不普通的一个人 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 遇到痛苦的时候 我们 让我们就成了一个真正普通的人 所以不管在生活中 你表现得多么不普通 但是 当你遇到这些 痛苦 病苦的时候 我们就回归到 一个人的 最本真的一面 第二 一匹 承载 救主的驴居 这匹驴居呢 太普通了 可是 另外一点 它又是 非常非常幸运的 这匹驴居呢 承载着的 坐在它上面的 是谁 是一位救主 请记住 这匹 不起眼的驴居 幸运地 承载着一位伟大的君王 你们设想一下 这匹驴居 不会想 耶稣 会为他做什么 他背着 背上 驼的是谁呢 他只是 驼着 当我们看到 这样一匹 普通不亲眼 而有幸运的驴居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问 是这个驴居 选择了救主耶稣 还是 耶稣选择了 这匹驴居呢 是谁 选择了谁 驴居 会不会像 人一样 看到 谁有钱 就赶紧靠上去 这匹驴居呢 我想不会的 他是不会想说 这是耶稣 这个是耶稣 我要赶紧 跑过去 不能让别人起 我要让耶稣起 他不会的 我们会发现 就是这样 一匹 不亲眼的驴居 逼耶稣选中 不是他选择了耶稣 不是他要 拖着一位救主 而是耶稣 让他承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不是你选择了 承载一位救主 而是他选择了你 可能 你好不起眼 你在 但是你却被天主 看重 可能你觉得自己 毫无用处 可是 你却被天主 所用 就像这匹驴一样 为什么今天 我要让大家 来看一下 这一批 承载 救主的驴机呢 好多时候呢 我们就像 有这样的 这样一个身份 我们毫不起眼 可是恰恰 就是这样一个 不起眼的 普通的 才比耶稣 所拣选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在迎接 圣州的时候 也要想一想 我该如何 承载 这一位救主 这一匹驴 没有发酌脾气 他把耶稣 驮到老耶路撒冷 来面对他的死亡 可是我们每一个 又该如何 承载这一位救主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每一台弥撒 我们都会领圣体 有些教友呢 神父还没有送圣体 他已经在那里跪着等待 我曾经干过一个教育 他一些在领圣体的时候 满怀热泪 逼宫逼近的领受基督的圣体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 就像无用的 毫不欺眼的 驴居一样 可是呢 他却幸运地承载着这一位 救赎他的主 所以 他每一次领圣体 都会感动万分 可是我们也发现 好多时候呢 我们自己在领圣体的时候 太随意 更有一些人呢 远远地转着 观望 不敢前来领圣体 每台弥撒呢 都是如此 所以 我们该如何 承载这一位救主 如何承载一位 为我受难 死亡 来复活的耶稣呢 当我们想到 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应该觉得 自己就像 一匹不配的驴居一样 可是我们有很幸运 虽然如此不配 可是耶稣选择了我 让我来承载他 所以 我们每一次参与弥撒的时候 领受圣体的时候 或者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应该怀着一分 深深的感恩 和不配 说主啊 我真的不配 我这个罪人呢 如此不配来承载 承载你 可是你却选择了 我这个大罪人 这就是天主的爱 各位兄弟姐妹 接下来呢 进入圣州 教会邀请我们 尽量在静默当中 度过这一周 让自己能够 反省 耶稣 为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也要反省一下 反省一下 那一匹驴居 他怎样 托着耶稣 他怎样来承载 一位救主 我们也要怀着 什么样的心态 和心情 来承载 这一位 救赎我们的 耶稣基督 愿天主 降福大家 请大家起立 我信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事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又同跟玛利亚取得肉躯 而成为人 他在班阙彼拉多执政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奈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地降来 审判生者死者 他的神国万事无疆 我信圣神 他是主即会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共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青虫 同享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 至圣 至圣 至公 从宗族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行 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 即来世的生命 阿们 各位主类的兄弟姐妹 今天主基督进入自己的圣城耶路撒冷 面对着要面临的苦难 让我们在一切境遇中都跟随他 并依靠他的父 请为教宗 主教和所有圣职人员祈祷 愿他们忠心跟随基督 虚心地接受圣神的带领 成为信友们的榜样和鼓励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亲我们 请为世界和平祈祷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中 祈求仁慈的天赋 帮助世界各国领导人 能有智慧去化解冲突 消除各种形式的仇恨和纷争 停止战争 建立和平共荣的世界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亲我们 请为病患者及临终的人祈祷 愿他们由即将面对死亡的 基督身上得到力量 依靠和希望 愿主基督帮助他们 交付自己 与他的苦难结合 放心地交付自己 与天父手中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亲我们 主耶稣荣进耶路撒冷 我们基督徒知道 他不是世俗的君王 求天主坚强我们的信德 以免陷入虚假理想的迷惑 耐心地跟随基督的苦路 勇敢为真理作证 努力拓展天国的国度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亲我们 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 求主帮助堂区教友 善渡圣州 并从各项礼仪中 协同基督 参与他的愉悦傲计 加强我们的信仰 使堂区成为一个 合一互助互爱的团体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亲我们 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 为我们心中的意向 向天父祈求 愿天父按照他的圣意 一一扶允 我们同声祈祷 求主父亲我们 见主父 你的圣子为我们牺牲了 为使我们成为新人 求你也是教会团体 彼此付出 彼此造就 因主耶稣基督自明 求你父亲我们的祈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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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心痛苦既成败 在基督内成果 只可以心意聚集在你内 共一起献上葡萄酒与面满 同生高歌 送祝到永远 今宫一起献上葡萄酒与面满 同生高歌 送祝到永远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请了天主圣父 收纳我们共同奉献的这个圣祭 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光荣祂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助 天主 求你以你圣子的苦难 宽恕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行为虽然不配 但愿我们依靠你的仁慈 并见你圣子的寄宪 能与你重归于好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父亲我们的祈祷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亲举心向上 我们称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们的千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世的千主 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是人得救 基督清白无罪 却甘愿为罪人受苦 待犯人受刑 他的死亡除去了我们的罪污 他的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 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千世赞美你 向你高昌赞颂不停地欢呼 神声 神声 山主 万有的主 一滴光荣 重满天地 万不滋舍 强成云霄 奉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光顾之声 享受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德 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 你已高举他 是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在受赖的前 他在 他甘愿舍身受赖时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心爱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身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德的奥极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史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祈温至悲 感谢你 是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是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并以圣神和爱为一 上主 求你纯念普世的教会 甚至子民邪同们的教宗方几个 我们的主教多么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神志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纯念 你的仆人郑玛丽亚 你今天从人世将他召回 他既已圣起和你的圣子一样的死亡 求你使他和你的圣子一样的复活 求你纯念怀着复活的希望 爱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纯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纯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以亲主之母 同仁人夫玛丽亚 圣母的敬慧圣若瑟 诸圣宗土 中华宣道诸圣 以及你所谢的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圣耶稣基督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些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请起立 我们既均从 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奋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 赏给我们 日月的食粮 求你 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 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 免于凶恶 上主 请你从一些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请你大发慈悲 摆入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些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治耶稣基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成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单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示意 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的平安 传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在基督内 互助平安 祝神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扎来普诗言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清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成欲 林竹远 我父 如果不能免去这杯 非要我喝不可 就成就你的意愿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保险了神圣的食粮 你既借你圣子的死亡 是我们对所信的怀有希望 恳切求你 是我们也因你的复活 得以到达我们向往的天乡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愿主因为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付受接受天主的降福 上主我们恳求你垂鼓这大家庭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曾为了他毫不迟疑地 把自己交付于恶人手中 并接受了十字架苦行 他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全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的降福临于你们 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 阿们 弥撒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现在我们一起来诵念 圣明儿总领天使祈祷王 以及本月的圣经经句 圣明儿总领天使 请在抗争的日子里保护我们 使我们免于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 和隐诈的陷阱 我们谦卑地祈求 但愿上主谴责他 上天万君的统帅 求你因上主的威能 把徘徊人间 引诱人灵 拾起上网的撒旦 及其他邪灵 抛到地狱里去 阿们 本月的圣经经句 你们应当祈祷 免得信与诱惑 圣路加福音 第22章40节 我心忧伤 我心忧伤 一阵苦难 跟您我断草 我心忧伤 一阵苦难 我愧回难道 年痴上罪恶路弯阳 最难抗 全将恩以往爱在 与日不长 尘出时光 尘出时光 尊顺即失望 尊顺即失望 尘出时光